但在2016年决定退出民主党的总统初选时 公开的说法是因为长子薄一的离世 让他再度面临了丧子之痛 不过其实还有一个重大原因 就是他当时也是被大力劝退的 当时的民主党内部是要来推希拉蕊的 所以就希望拜登让衔了 那最终的结局就是希拉蕊选输了川普上台 开启了四年截然不同的政治状态 那以拜登还有民主党的定义 其实就是四年对于美国民主的挑战 甚至是重大的威胁 而后我们也看到了2020年 拜登阻断了川普的连任之路 那这也让他自己更加的坚信 是当人不让只有自己能够击败川普 再度成功捍卫美国的民主和宪政 而不管是2016年2019年或是2024年 拜登参选的初心其实都是如此 但是如果我们给我们给 Donald Trump 八年在大宫的白宫 他会永远和根本来 改变了这种产生 然后我没有站在这里 看这事实际上 为了今天我发布我的决定 为首席的美国民主党 我们会贏这赛事 我们会贏得 Donald Trump I promise you we're going to change America all America for the better